纽约市新选出的市长亚当斯再度强调,会兑现他的竞选承诺,也就是恢复纽约市警局的便衣部门,以解决社区暴力日益严重的问题。 在纽约,黑人的命也是命,领导人霍克纽森威胁表示,如果亚当斯继续采取行动,将会再发生骚乱、火灾和流血事件之后。 亚当斯周四早上接受CNN专访时说,他在竞选过程中说得很清楚,要部署的不是反犯罪部门,而是一个便衣枪械部门,同时必须将社区中的枪支暴力归零。 他讲到,大家已经看到,一名21岁的年轻人被一名17岁的持枪男子射杀的事件。 当CNN主持人问他是否会因为霍克纽森的威胁而改变政策时,亚当斯表示,这就是他正在做的事,是他的承诺,他会遵守。 霍克纽森周三在结束市民会议后表示,如果政府认为可以回到旧有的维持治安的方式,那么他们将再次走上街头。 亚当斯长期以来一直承诺,要恢复已解散的反犯罪部门的改造版本,该部门的任务是破获枪支,以及打击暴力犯罪和毒品。 该部门在弗洛伊德抗议活动之后被拆除,因为部门的一些官员参与了多年前备受关注的杀害事件。 黄后区再有另一所学校因为新冠疫情爆发而暂时关闭,是本周内纽约市第二所因此关闭的学校。 纽约市教育部门周三表示,位于黄后区Far Rockwood Village Academy从11日起关闭,直到11月20日。 教育官员说,10日晚上已向学校社区发送通知,学生将于11月22日返回学校。 根据纽约州数据,该学校在过去一周报告14例学生新冠和两例工作人员新冠阳性的病例。 市教育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指出,当局会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来确保学校社区安全,而多层次的安全措施使部门的阳性率保持在0.19的极低水平。 发言人说,乡村学院的所有学生都会获得所需的设备来确保学习。 Village Academy是本周第二所因为新冠疫情而被迫关闭的纽约市公立学校,同时是自学年开始以来的第三所。 教师联合公会主席穆格鲁早前表示,没有人想关闭学校,但在这种情况下,有必要保证学校和教职员工的安全。 根据纽约州卫生部门的数据,曾经是新冠大流行中心的纽约市,现在其阳性率是全纽约州所有地区中最低的。 截至9日,纽约市的每周平均新冠阳性率为1.2%,不到全州平均水平2.8%的一半。 相比之下,五指湖地区阳性率6.9%,水牛城纽约西部地区6.6%,北部地区5.8%,墨霍克山谷5.7%,澳本尼首都地区4.9%,雪城纽约中部地区4.9%,南部地区3.8%,长岛2.6%,哈德逊河谷2%. 在纽纽约市,以布朗克斯和曼哈顿的新冠阳性7天平均值最低为1%,史丹顿岛1.5%,布鲁克林1.4%,皇后区1.3%。 根据CDC数据,有58,413名纽约人死于新冠病毒。 州长霍楚日前表示,随着冬天临近,纽约人在室内的时间更长,大众必须继续保持警惕并接种新冠疫苗。 他同时再度呼吁,妇女们让5到11岁孩子接种疫苗。 市长白思豪发推文称,纽约市的低阳性率归功于疫苗的接种。 纽约市警11日上午表示,本周在布朗斯公园发生一起可怕袭击事件, 一名男子对一名放学回家的青少年进行性侵犯。 警方表示,这起侵害事件发生在周一下午2点30分刚过, 一名13岁受害者放学回家,行进克罗托纳公园。 嫌犯突然抓住这名青少年,把他扔在地上,并脱掉他的警生库, 随后对这名青少年进行了性侵犯。 警方表示,攻击者在逃跑前抢走了受害者的手机。 这名受害者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医疗评估之后,随后出院。 根据警方今天稍早释出的画面,嫌犯肤色有黑,身穿灰色脸帽运动衫、 黑色夹克、蓝色牛仔裤、黑色运动鞋和黑色的帽子。 他在攻击事件发生之后,在一家店铺前盘怀, 附近的监视录影器拍下了嫌犯的画面。 警方呼吁,任何对此案有相关信息的人士, 请拨打扑灭罪行热线1800-577-8477或者发送短信Crimes, 然后输入TIP-577,或者访问crimestoppers.nypdonline.org。 明镜与点点栏目